马来西亚慈祭关丹联络处举办 亲子及慈哨班活动 这次的主题是蔬食 人医会医师现场讲解蔬食营养 除了用说的 流传还设计了DIY小厨神 让慈哨班孩子自己到菜市场挑选食材 自己动手做 从中发觉蔬食的乐趣 也更能体会父母的辛劳 因为切菜很辛苦 那皇冠要安定好好来 才可以切 又可以切到自己手指 那种就觉得很辛苦 妈咪没这样做的 切很辛苦 让很多时间要煮饭 而亲子班则有父母和孩子 因为一起制作蔬食料理 关系更密切 孩子们也可以一起学习的 去下手去动手 因为他们很明显性感 在家里煮的是比较闷 你来到这边就比较薄饮化 我发现了原来 多少文字都一定要放 原来是放水果 还是那个蔬菜都很好吃 这样来搭配 蔬食很简单 在家就能动手做 只要控制好口浴 健康环保爱地球 人人都能轻易做得到 大家新闻真善美志工 廖敏于马来西亚报